作者 小程 图片来自网络 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,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,各国都在冒足了劲发展资深。 但也有个别国家混产不断,例如叙利亚、委内瑞拉等国,如今的局部地区冲突,已经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利好发展,由此引发的大量难民,也成为自身恐怖主义的温床。 近日,阿富汗地区正决动到,再次到发基站。 3月17日,新华社员里阿富汗军方的消息称,阿富汗安全部队,在干活巴德吉斯省巴拉穆尔加布地区,与塔利班组织激烈僵火,经过一昼夜的激战,至少打死51人打伤多人。 据悉,军方出动战机和道口径火炮,对武装分子发动攻击,取得不小扎果。 另续阿富汗帕吉拉克同学社爆料,近来,塔利班组织,不断向巴拉穆尔加布地区运动,目前已经占领了政府军的20多个安全检查站,还在运要占领更多的地区。 为挫败这个阴谋,军方集结兵力试图夺回,由此爆发激烈冲突。 事实上,最近几年塔利班组织的确加强了对政府的进攻,尤其是在美国宣布撤回部分海外士兵后。 2018年12月特朗普宣布在雪利亚退军后,紧接着也要在阿富汗战略收缩。 目前美军驻驾在阿富汗的士兵有1.4万人,计划在未来数月内撤回7000人,以管理美墨边境的移民秩序问题。 特朗普宣布退军后一名塔利班高官高兴地表示,我们打败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,随后各地武装分子,展开全面反击。 2019开年后,阿富汗就一支枪炮声不断,近1月7日一天,就爆发了两期大规模冲突,地点仍是巴德基斯省。 先是该省的卡迪斯枪声大作,亦获武装分子偷袭安全部队的上锁,打死11名警察和3名士兵。 军方奋起反击下,也杀死了15名武装分子。 随后阿普卡玛里也发生武装冲突,武装分子打死7人打伤9人后全身而退。 此前就有媒体爆出过阿富汗政局不吻,秩序恶化的消息。 2018年12月,参考消息原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车,根据美国政府战争监察员的一份报告显示, 自2015年至今,盘踞在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,对其通统治地区的控制欲管辖不断加强,政权秩序也预报高压。 众所周知,塔利班是在冷战期间,美国政府培养起来的组织,当时苏军入侵阿富汗,为训练代理人消耗苏联美国出辞狠招,随后,塔利班迅速发展壮大。 时至今日已经占据了全国境外的领土,武装分子在广大农村和山区中宣传宗教行动活跃,并以此为根据地不断向繁华的城市渗透。 而名义山统治,但无实际掌控能力的阿富汗总统,被外界吸尘来塔布尔市长。 遍布山地的阿富汗,不愧是大国坟场,先后拖垮的英国、苏联等大国,就连现在的超级大国美国也宣布撤军。 但特朗普突然撒手不管,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。 美国的阿富汗经营述,免,干预该国内政计划社会矛盾,造成伊塔利班为代表的武装分子,与政府的严重对立。 在宗教冲突的问题悬而为绝,阿富汗暴恐事件不断的情况下,美军丢下烂摊子战略收缩回国,武装分子势必会卷土重来。 特朗普尿下的民族矛盾苦果,却让当地百姓承担,可以说是极其不负责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